但是主要我們也要關注一下 到底什麼時候雨水才會來呢 其實就是清明四天聯繫假期 就是一個雨紛紛的天氣形態 像是北台灣跟東半部 四天都是容易會有短暫震雨 同時溫度也是比較偏涼的 整體來說會在17到22度之間 會有點涼意哦 所以要穿博長袖 或是最好要加一件博外套了 但是在中南部地區呢 大致上平地區屬於多雲的天氣形態 就是陰天 但是山區可能偶爾會比較容易有下雨的情況 所以掃墨的話要特別注意 溫度上19到29度 還算是有一點點偏熱 那主要容易下雨的關係 就是因為台灣上頭還有一道封面 其實今天呢 逐漸開始通過我們台灣 因此今天早上的時候 其實北部地區這邊還有點下雨 但是倒是封面你看已經斷開來了 雲已經通過了 所以反倒是今天 中午過後雨勢就會逐漸趨緩 但是接下來廉價的時候 這邊還有華南的水氣要抬上來 因此呢 一連四天的時間 因封面的北台灣東半部地區 都是比較容易下雨的天氣形態 那以今天來講呢 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今天北台灣跟東半部 倒是轉涼了 雨勢呢 而偶爾下一點 但是下午的時候呢 就會開始逐漸趨緩了 因此我們來看旁邊的雨區預報 零星一些些顏色也比較淺 但是要注意天氣轉涼囉 要穿外套出門 那中南部溫度還是比較高 但是大致上呢 基本上也是多雲的陰天 陽光露臉的話 可能要看看下半天 南部有沒有機會看到一點偷光出現 因此在穿衣上面呢 中南部依舊是可以穿著短袖出門 最高溫二十八 三十一度都還是比較偏熱 但是北台灣今天轉涼囉 溫度有下降喔 二十二度是涼涼的feel 台北市的話大概只有二十度 因此要穿外套 花冬地區呢 也是稍微比較偏涼 二十五度穿一件補償袖 OK 沒有問題 但是接下來呢 四天的連續假期 就來看看 主要也是因為 華南水氣抬上來 還有東北風過來 因此北台灣東半部呢 通通都是下雨天 而且溫度上面稍稍有一點涼液 是屬於濕涼的天氣形態 那中部地區呢 大致上是多雲 那南台灣也是如此 基本上越往南走 天氣稍微會比較穩定一些 但是北台灣跟東半部的民眾 就記得外出要攜帶雨具 通常要加外套 天氣感受上是比較濕涼的 整體的天氣形態 來提供給大家